你要清除 当然你清除这样 你以为极画框线这些都在 其实它底下的颜色也都在 它目前这个也是蓝色字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的话 你不能用刚刚的清除 那你变成你要什么 变成有一个叫成绩多重颜色清除 要另外写才有办法清除 要怎么清除 特别注意 如果每一个效果 就要每一个效果不同的清除方法 所以清除的话 那一样我们在这边再多写一个 就是成绩多重颜色清除 看一下我们这个成绩 这边干脆叫成绩格式清除 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些 那每一种每一种都会需要有不同的写法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一样拿这个来改好了 那清除的话有清除两个 一个是清除资料 一个是清除格式 所以我就把这个叫成绩格式 成绩清除 好像这叫什么 成绩格式清除 然后首先的话第一个 那清除的话 当然就把资料清空的话 就是如果它是A 那就清空 所以这个ABCD 假设你把它拿掉 它就是清除 但是这个部分仅限于什么 清掉资料 那可是字的颜色该如何拿 怎么样拿掉 我先把那个颜色先加 那如果要把那个颜色拿掉 我们一个个来看 如果你要把那个颜色恢复的话 那风color它原来是什么颜色 黑色吗 原来黑色对不对 所以你就只要很简单一个方法 你就把它颜色改为黑色就好 所以黑色应该是多少 RGB 多少 全部都0 那白色呢 全部都25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 它就是意思把这个资料先清掉 并且把它的颜色改为黑色 它就变黑了 OK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 那第二个是底色 底色怎么样把它清除 特别是底色的清除的话 它的叙述方法 当然我之前本来第一次是讲说 干脆把它改成白的 不过把它改白的 白的255 不过 干脆把它分开了 这边不要清 我们就清格式算了 我们就不要清资料 就是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这样子 资料先不清好了 OK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改完之后 执行 有没有发现 A已经变成黑的 B的底色不见 有没有 不过呢 当我之前本来是这样跟同学讲 就是改2525 这样很简单很好记 只是说呢 有同学就眼睛很利很利就马上说 哦 是不是这边不一样呢 我说怎么不一样 黑就白的啊 底色就白的嘛 对没有影响 记住真的啊 这样子你这样的列印会不会影响 也不会影响 因为那个隔线只是参考线 它不是真的存在 所以呢 以后你列印出去 不会任何影响 只是同学就感官上面觉得说 这样就是有点 不够完美 对 好 那怎么办 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你如果觉得这不OK的话 那你可能要在这边跟他讲说 我不要白的 我给你一个颜色 就是没有颜色 那没有的话 在VBA里面叙述 他就是加一个XXL 他的缩写 Exale 没有就是NONE 就是跟他讲说没有颜色 就是这样的写法 OK 特别注意哦 没有颜色哦 就XL NONE 那我们来试一下 真的OK 如果再执行一下 XL NONE 执行 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把 Intel Color后面补一个XL NONE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他背后的框线就出现了 OK 他其实说真的 你用白的也可以 只是说 感觉上不够完美而已 视觉上 好 那再来的话 框线 这个 这个背后的框线怎么去掉 你想说 那是不是可以如法炮事 没有框线呢 其实应该也可以 就是XL NONE 有没有 没有框线的颜色 加过来 执行看看 其实这样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啦 对不对 可是哦 就有同学眼睛又很尖嘛 对啊 而且老师 其实可能有的人对于色彩没有那么敏感 就觉得没有啊 不是都一样吗 尤其是色盲 像我可能有点色盲 我看不出来 那同学说 老师 不对啊 这边感觉还是有一个 若隐若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有点像淡蓝色的 但跟各位讲 这样很烈意的也不会有影响 因为他也是参考线 好没关系 真的就是有同学会问啊 那怎么办啊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真的我就是去找 还真的书上没有 后来我就试了一下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它变成真的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但只是说你color后面要加一个index 变成colorindex等于没有 这样子就恢复了 colorindex等于没有 好我们来试一下哦 OK所以又多一个东西 不过我就这样 如果你不加也没关系 因为不影响 只是说感官上面的 好执行一下 有没有 colorindex真的就变没有了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初体制要怎么把它恢复 很简单嘛 把它true改成什么 force就好了嘛 OK true改成force f-a-l-s-e true跟force 其实就开跟关啦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记 true跟for那么长的话 教这个 其实在任何程式语言里面 true就是e 然后呢 false就零 所以你这边打零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哦 OK 只是说当然标准一点 我们就 1就true哦 OK 所以有时候我以后会偷懒 我打零跟1 为什么 因为 零跟 不管任何语言 打python也是一样 打java也是一样 只是说因为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正统一点的话 那我们就true跟false OK 其实有开跟关嘛 反正跟开关一样 好 那我就把它改回来 true跟false 执行 这样就恢复了 OK 所以哦 刚刚我们如果说要把它加上去的话 那就是写这样子 如果要把它各个把它关掉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我把这些全部都注解 注解的话就是整个选取之后 前面加单引号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写一行 不过 有没有 你会发现注解 但是你会发现 注解主要因为我要写另外一种写法 但是因为这边太多行 如果你要一行一行慢慢注解太麻烦了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按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 右键编辑有个工具列 它有个功能 这个范围如果要变注解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什么 使城市行变注解 按下它 它就怎么样 全部变注解 如果你要把它取消的话 这边也知道 使注解还原为城市 OK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 因为我要跟各位讲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呢 就是假如说更快的一行就搞定 因为我们刚刚是跑一个回圈嘛 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改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范围全部的格式都清除 那写法的话 就有点像这样 先执行多重 那如果我要清除的话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就是你写一个range range是范围的 刮胡 双引号的话就是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这个叫h2 所以你刚刚h2 冒号就是到哪一个 h7 后双引号 后刮胡 点加一个什么 加clear 其实它里面有分吗 clear就是清除全部 那如果你要清除格式的话 clear format 有没有 这边就OK 所以如果你里面的格式要拿掉的话 或许你可以用这一个 或者你全部都清除的话就是clear 清除全部 那比如说我用clear format给各位看 format OK 那比如说我这样执行它 有没有发现 也是一样全部清除了 不过 这种方法 可能会有问题的部分就是 如果 假如你刚好要保留部分 比如说它有框线或什么 那你可能就因为这样 可能就会把它的格式全部拿掉 那刚刚这个方法就是 可以有选择性的清除某些格式而已 它不是全部清空 OK 所以底下这种写法是反正不管 全部都清空格式 所以就clear format 那当然如果你是clear的话是什么 clear就清除全部包含它的什么 它的资料跟它的格式 比如说我这边有资料 对不对 也有格式 那如果全部清空的话 有没有 它就clear就包含什么 它的资料跟它的格式全部清空了 当然会有个缺点就是它如果原来有那个框线也全部都不见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画面先 来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重点回顾 一清除字的颜色变黑了 底色就是没有 框线的话就是index没有 然后bo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true 资料跟false 就可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清除格式 我后面又补充用range range意思是说那一整个范围 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储存格 那帮我怎么样 clear就清除全部 clear format就是清除里面的格式 试一下